她的老丈人一直对她很满意 没想到因为一件事 老丈人怒气冲冲找上门 我要知道的话 那百分之百的我不能让姑娘嫁过来 这是定型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挺高兴的 说实话心里挺高兴的 幸亏原来没跟你说 要不然这么好的心灵 我捞不到手了 就这种感觉 面对愤怒的老丈人 她还能让老丈人砸锅卖铁 为她掏二十万元 她说她做的事情看着不咋地 其实前景很光明 欢迎收看智福镜 32岁那年 思泉军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本来在北京有一套 198平方米的大房子 而且年薪三十万 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可是思泉军却要带着怀孕的妻子 回到山东农村老家 干一件很多人都不看好的事 连一向对她十分满意的岳父 直到以后也找上了门 直言后悔把女儿嫁给了思泉军 而这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呢 2015年1月10号 记者到山东扇县 采访当地新闻人物思泉军 一听说记者要来采访思泉军 他的老丈人沈建海 特意从黑龙江省吉西市 连夜坐飞机赶过来 结果说出了一番 让记者吃惊的话 我要知道的话 那百分之百的 我不能让姑娘嫁过来 这是定型的 我当时听了一个 我挺高兴的 说实话现在挺高兴的 幸亏原来没跟你说 要不然这么好的媳妇 我拿不到手了 就这种感觉 那你鬼女嫁得上了 那你那啥办法 他要是不同意 那你去 你把她领回去 事情是这样的 2012年3月的一天 沈建海第一次来到思泉军家 按道理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 沈建海为什么突然后悔 女儿嫁给思泉军了呢 令人诧异的是 沈建海一直对思泉军很满意 结婚之前 没有到过思泉军家 也没有见过思泉军父母 就同一女儿和思泉军在北京结婚 北京的时候我去过 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楼198平方 相当不错的 但是环境也不错 我说都要你 你俩同意 你俩感情好 我说我当父母的 我该不管 当初那么放心地把女儿嫁给思泉军 现在为什么又后悔了呢 思泉军家在农村 妻子沈佩娟是成事的 当时为了追到沈佩娟 思泉军可费了不少心思 整整追了一年时间 逼着沈佩娟搬了三次家 就是我觉得什么办法都没有用 所以我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吧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干脆搬家吧 然后我就搬了三次家 包括我回老家呀 他也追到我老家 就靠着这份执着 思泉军不仅收获了婚姻 也取得了老丈人的信任 没想到因为干了一件事 惹怒了老丈人 可是在面对怒气冲冲的老丈人时 思泉军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必须做成不成为的检验下去 那就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你到医院一检查是精神病 觉得挺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我觉得太可怕了 我觉得 思泉军到底干了什么不靠谱的事情呢 在回到山东扇县的农村之前 思泉军在银行工作 年薪超过30万 在北京还有一套198平方米的房子 可2010年 他突然辞职回家 不仅让周边的人很意外 也让老丈人很愤怒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面对愤怒的老丈人 他还能让老丈人砸锅卖铁 为他掏20万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山东扇县高维庄镇新庄村 高维庄镇位于玉鲁苏丸四省交接处 位置偏远 大部分人都是往外走 2010年年底 村民们发现了一件反常的事情 在北京有房有车的思泉军 突然带着怀孕的妻子回来了 听说他要放弃30万年薪的银行工作 回来养一种羊 关于思泉军的传言 不敬而走 第一个说法就是 是不是在一方上班 然后发什么错误了 然后领导给开除了 然后回家来了 媒体会去了 另一个版本就说 大家说脑子进水了 然后最后的川沿 就是是不是这个人疯了 然而对于思泉军辞职回家这件事 他的老上司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有激情 同时呢 又非常的动脑子去干活 我会给我的中层管理人员 用这样子的一句话去敲打他们 我说思泉军这种 出去外线营销的这种劲头 和他的方式方法 我至今认为 你们在座的所有人员不如他 按照思泉军老上司的说法 思泉军是银行的业务骨干 甚至有可能成为部门副总 妻子也在银行工作 可是在关键时刻 思泉军却偏偏带着怀孕的妻子 辞去年薪三十万的工作 要回家养羊 这小羊喝奶都喝到这上面去 他咬的 你是他妈妈 他在那咬你了 他把这个当好吃的了 你看他眼睛瞪着我的 再叫个 可是在善线 只要一提起养青山羊 都知道那是赔钱的买卖 复品的就上去 复品给的青山羊不要下 那些都买掉了不张 他都买掉了都不要了 白给都不要 备给的他都买掉了 为啥白给都不要 他为的不张 像这个样吗 银行的张一百多斤 银行的张七八十斤 可咱下面就是笑一提 他从小羊羔下来 小羊羔有三斤重 要长到六十斤 要一年多的时间 青山羊原产于山东 河泽地区 全身有四青一黑特征 即背部 唇 脚 皮为青色 两前膝为黑色 成年的青山羊 大概在七十斤左右 体格较小 大小和狗差不多 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狗羊 因为这种青山羊长得慢 老百姓更喜欢养别的羊种 比如这种小伟寒羊 不但个头大 长得也快 当地老百姓 经常用它来斗羊 二百多斤的冲击力 又来了 好 他俩就现在备战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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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的你看这个羊 这是成年公羊 然后两年 然后它现在是二百七十斤 这个是什么品种 小伟寒羊 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 因为盒子呢 当地的品种就是小伟寒羊 青山羊 跟鲁鱼花牛 那个灰色的羊 好像没有成年了 跟它比啊 对 跟它一看比 就是小伟寒羊 跟它摔摔的就 辞去三十万年薪的银行工作 带着妻子离开城市去羊青山羊 很多人都说思泉军傻 但思泉军却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 在高维庄镇包了一百五十亩地 四周都用围墙围起来 可奇怪的是 养殖场的大门经常紧闭 2011年 养殖场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思泉军经常带着刀子 和妻子一起杀羊 时间前后长达一个月 当时思泉军手上有二百只青山羊 均价一千多元一只 总价值二十多万元 思泉军为什么要杀羊 正是这件事 让妻子到现在都心有余悸 一开始蛮害怕的 就是连工具我都不敢递给他 原来因为思泉军没有经验 收回来的羊质量不过关 病死了不少 看着每天都有羊死掉 思泉军决定自己动手解剖羊 把病因找出来 这样以后才能够把羊养好 咱俩既然要搞养殖了 那一定要知道中间什么环节出问题 到底这个羊是什么病 一个月下来 思泉军夫妻俩解剖了八十多只羊 那些羊都是病羊 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卖 于是夫妻俩就把羊 偷偷地埋到了养殖场的一块空地上 思泉军损失七万元 他们当时回家创业 只有150万元现金 除去包地和基础建设 所剩无几 这损失掉的七万元 让思泉军心里很痛 六七万的人民币 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一个大坑 就在这里面 看见这个羊就想起来 那时候给我对象 我们俩就是 白天还怕别人 从隔壁院前看到这个东西 一般都是晚上 把这个羊解剖完以后 看一看里面的这个 到底有什么病 除了亲手解剖青山羊 思泉军还在半年内 通过看书学习青山羊养殖技术 从一个学金融管理的人 变成了青山羊的养殖好手 思泉军的妻子 虽然一开始也不同意 思泉军回家 但嫁机随机 沈培娟还是选择 和丈夫站在一起 怕家里的人反对 沈培娟甚至不敢告诉父亲 和丈夫辞职回家之后 他们都干了什么 跟思泉军结婚之前 沈培娟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连碗筷都很少洗 更不用说干过农活了 现在他天天和思泉军 一起拉饲料 喂羊 接生小羊 给刚出生的小羊糕喂奶 沈培娟成了半个羊专家 他尤其擅长 孤羊的重量 我说肚子大点 你拿着 多少你说是多少 我告诉记者 你也告诉记者好不好 我告诉你数字 他也告诉你数字好不好 同时说 我说60 你说60啊 他也就45斤吧 150 150 180滴点秤 来 挑挑挑你吧 我的体育也要过过了 135 135 135 180 45 45正好吧 45 是45吧 180 135 是45 45 好险啊 不是真的 为了方便照顾小羊 夫妻俩冬天住宫棚 夏天就搬进新建城的羊圈里 他们的闺女 也是在这个羊圈里玩耍 长大 要知道 他们在北京的时候 住的是198平方米的大房子 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羊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板房呢 又比较 特别热 夏天 这个地方还稍微好点 然后我们就 没有办法 没地方住吧 然后就搁这个地方住了 这个板 原来这个木头 全是新的 新木头 一排一排的 羊羊的生活 虽然没有了城市的繁华 但夫妻俩还是充满了快乐和希望 没想到 思泉军的老丈人 却在这个时候找上门 直言后悔 女儿嫁给了他 就撂一句话 然后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 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 2012年3月 沈千海怒气冲冲地找到思泉军父母 思泉军结婚六七年了 这还是双方父母的第一次见面 但沈千海却一点也不给亲家面子 说对女儿的婚事后悔了 我整个拿着我亲家母子杀气 我说你看看你 你儿人 我说你看葛农村一种储去来 我说要知道 一开始她家就是这个情况 我说咱家姑娘说啥 我不能让她过来 沈千海看到女婿 放着3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 带妻子到农村 过这样的苦日子 大冬天还住在检疫工棚里 没有暖气 养的还是很多人都不敢养的羊 沈千海一下子 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现实 就把气撒在亲家母身上 连亲家母猪的房子 也成为她公鸡的目标 冬天她也开着门睡觉 你看后边一个窗户她也没有 前面有一个窗户吧 她还得堵着流眼 一进来凉素馊的 你要进来 你说进来就脱面 喝点茶水 热乎乎的 到她这个地方 你还喝茶水呢 喝什么水 我看来也喝不上 我肯定不高兴了 我就气 我就气了 我这气 我能忍 你大叔不能忍 你大叔就给他顶嘴 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然后我就怕他把就是双方老人的 因为没有见过面嘛 两面的亲家 然后再有进一步的矛盾啊 就是他们在有之间有更大的裂痕啊 双方老人开始较劲 沈培娟为父亲捏了一把汗 劝父亲冷静下来 沈建海看到意识无法改变现状 他决定调整策略 先在善县赞助下来 联合亲家母 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找亲家母统一战线 想让思泉军回城市 稳稳当当上个班 在这个问题上 两位老人终于联合了起来 我就跟我亲家 我说你这个儿子吧 就是不争气 是不是 你说你凭了好日子也不过 是不是 然后你供他四年了 然后上了四年大学 我说你就白供了 是不是 你不上学回来不照样 整个在玩什么 哎呀 就这俺这村子都看不去 他说你看这小孩 他说上个班 你各种弄个洋肠 你这配不四年 他就问你还有啥发展呢 他说了 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 沈建海非但没有把女婿 撵回城里 自己反而被思泉军给洗脑了 思泉军给沈建海 勾画了一幅蓝图 扇线羊肉汤 是当地的一道名菜 青山羊肉质细嫩 以前扇线羊肉汤 用的都是青山羊 现在养青山羊的人少了 青山羊成了稀缺资源 如果发展好了 肯定比在银行打工有前途 做别人都不做的 那别人家家都养着羊啊 然后大家都有啊 到咱们买羊就是白山羊 小北哈羊 你说买个青山羊 你走好多吉面 你也碰不着一只 那我就发现这里面的商机了 没有嘛 没有我才要做嘛 我现在瞅着吧 还是干事业的业吧 不是说和有的年轻的 就是一劲热血了 然后我就想 我就想长 干了一路四三招 一事无常 他不是那样事的 他就是说 我想干成的事 我就想干成他 当时正是思泉军 青黄不接的时候 为了养羊 他先后投入了200多万元 口袋里再也掏不出钱了 思泉军又拉不下面子去借钱 其实要借钱的话 那我们同事 拿个十万八万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拉不开那个面子 因为我从银行走的时候 他们就 我当时是很有信心的 那我肯定是很光荣的 比这个地方条件更好的 会来见你们的 那我肯定不会去借钱了 思泉军缺钱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岳父耳朵里 看到思泉军夫妻俩经济困难 沈建海唠叨归唠叨 竟然回东北就把车给卖了 凑了20万元交给女儿 支持思泉军养青山羊 同时沈建海也在善建住了一年 给思泉军夫妇喂羊 打杂 清理羊分 岳父的举动 让思泉军很是感动 说心里话我都想 真想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 自己就哭 真的心里挺难过的 因为我做这个事 本来是我自己的事 然后又牵涉着父母这么操心 年纪都这么大 然后还要跟着我 进行精力 体力 还要跟我说白了 那就找他观察本钱 咱就这么一个姑娘 说个不好听的 我这一辈子在家底 反正也都是 只是姑娘干事业的 但是思泉军需要的钱 远远超出20万 当时他有300多只青山羊 处于保种提纯阶段 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一只青山羊一天光 四料钱就要一元五角 20万元维持不了多久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来不抽烟的思泉军 开始抽烟了 为了筹钱 思泉军连头都挠破了 想出了一个办法 彻底断了妻子的一个念想 他说我不给自己 留一点点的幻想和机会 他说我就是要把这里做好 做强做大 他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笑话 当时思泉军在北京 有一套198平方米的房子 思泉军想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这样不但有了资金 还能断了回城市的念头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青山羊身上 2012年年底 思泉军的房子卖了240万元 而这一次 思泉军没有坐持山空 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这是小尾寒羊 这种羊长得快 资金周转也快 思泉军看到青山羊一时半会儿 是没有收入的 于是他利用空余的眷舍 养了一些小尾寒羊 用小尾寒羊挣到的钱 贴补青山羊 这个羊一年它能长到170斤 如果正常育肥的话 就是一天能长半斤 而那个羊一年它又长五六十斤 同时他又从农场开辟出了80亩蔬菜大棚 靠着蔬菜和小尾寒羊的收入 思泉军开始盈利 但思泉军的最终目的 还是要让青山羊为自己挣钱 可是在当地 如果没有好的渠道 青山羊的价格 只比一般的羊肉 一斤贵一两元钱 思泉军能有什么好办法 把青山羊卖出好价钱呢 2014年7月 思泉军在北京的天通院 开了一家扇线羊肉汤店 销售青山羊 思泉军知道 青山羊只有到大城市才有出路 一口乳白色的羊汤 吸引了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山东人 感觉刚才我一喝老味 几十年前的老的味道 这个店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试点 因为老家的青山羊 发育出来以后 不好的淘汰的品相不行的 我们要进行销售 销售我们也不想把它低价 卖到市场上 别人的羊肉价格 基本上在北京也就是70 80吧 我们的羊肉价格是它的两倍 煮好的羊肉是160一斤 思泉军还加入了联合社 带动周围农户 一起把养殖规模做到 2014年年底 他还把青山羊 卖进了青岛的一家连锁超市 刚开始一天四只羊 均价70元一斤 加上羊肉汤店 一年的销售额超过600万元 为了方便辨认 每只羊 它都留有独特的标记 我们为了给这个区分开来 让客户知道 我们这个是纯种的青山羊 然后就把这个尾巴留着 然后四个蹄 包括后蹄给前蹄都留着 这样客户很直观 这个羊 特征青的 毛子青的就出来了 2015年 思泉军的目标是实现 青山羊销量达到2000多只 他希望把羊肉汤店继续做得更好 在思泉军夫妻点的努力下 原来濒临灭绝的青山羊 在他的家乡善线又开始繁荣起来 对思泉军来说 无论他原来在城市里挣多少钱 也无法和现在的成就感相比 这么多年 我觉得 选择了这个 选择一个行业 你喜欢的行业 那一定要坚持下去 然后呢 要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就是你没 你就 你既然这样做了 那你付出了东西 你就没 你就 就得要把自己的路断掉 不要你回头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把你的事做好 左顾右半 想着这个 拉着那个 你永远做不好 思泉军告诉我们的记者 无论他干什么样的事情 都很有自信和勇气 而胆怯和意志不坚定的人 即便条件再好 其实也很难成就一番事业 好了各位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制服经的下戏节目 为你安排了那些精彩内容 她笑称自己是 崇明岛上唯一会杀羊的女人 村里人都叫她林一刀 看去是个柔弱女子 但是她吓死起来也挺狠的 然而就是这个 在外人眼中的女汉子 为何在镜头面前 沉默离去 偷偷流泪 一场仓促的婚姻 她说自己是被骗到这里 八年的婚姻生活 怎样的委屈 让她想选择在黄浦江 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看林林如何被逼练就 崇明岛上一把刀 稍为逼练就冲出了 在这种刀子里面